- 財經及時通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及時通 我是音音 哈囉 各位全國的觀眾朋友 大家早安 我是李歐 世界行動通訊大會即將登場 那這一次投資人可以注意哪一些亮點 李歐 好的 那世界行動通訊大會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個展覽 它是225到228 所以在這個月最重要的整個科技新品 會成為我們所鼠墨焦點 首先什麼叫世界行動通訊大會呢 它因為名字叫Mobile World Congress 那簡稱MWC 他邀請了好多的 全球重要的手機廠商 那包含像軟體商電信業者 那甚至有很多什麼無線通訊的專家學者 一起來共同參與這個盛會 那我們大家當然在這個盛會上 會把很多的新產品 那拿出來讓大家看 所以我們研發什麼新產品 那我們提供什麼新的服務 那有什麼新的技術 所以這個展覽 它的頻率是每一年一次固定都會在 西班牙巴塞隆納 大概是每年的2月到3月份 所以它是一個通訊業最重要的一個 展示的一個戰場 那我們看一下 當然在這個戰場即將要展開 開始的時候 你看美國 美國最近一直不斷的在防堵華為 對 那川普他計畫在MWC之前 他就要簽一個行政命令 那禁止這個中國的國有電信商在美國營運 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因為他不想讓華為做大 可是他又不能夠明白的講說 那我要排除華為 所以他簽這個行政命令 等於說他授權給美國的商務部 來審核有關於這個網路安全相關的廠商 那只要是華為或中線通訊來這個送件嘛 那他可以說那你的這個可能影響國家安全 那我就不讓你通過嘛 那實際上跟禁止跟排除是沒什麼兩樣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一頁部分 當然這個戰場裡面最重要的 你要看有什麼新的應用 對新的應用包含像智慧手機 包含像這個5G AI物聯網 機器人AR VR無人機等等的 都是今年很重要的一個新的應用 但是這個手機方面呢 最重要的包含像那個飛屏陣營手機 他的鏡頭又用越多 他接下來本來是一顆變兩顆變三顆嘛 三鏡頭 甚至於有手機 一隻手機之前看過有一隻手機 二十幾個鏡頭 對 整面都是鏡頭 對整面都是鏡頭嘛 那包含像這個深度感測新機 當然有些概念各5可以受惠 包含像大力光 玉金光 我貓等等的 來我們看一下頁部分 甚至於你看我們現在手機 一般手機就有一個轟件嘛 下面看起來就是會有一個螢幕擋住嘛 那上面有手機也是有擋住一塊嘛 所以未來的手機 他傾向於什麼 就是全螢幕的手機 就是追求從視覺上看上去 感覺上哇 這個手機螢幕是佔個滿滿的整隻手機 百分之百的全螢幕啊 那像這樣子 甚至於你要把那個鏡頭隱形化 什麼隱形 那你記不記得大力光 還有什麼所謂的黑科技嗎 就是黑鏡頭 讓這鏡頭從這個表面上看起來 好像消失一樣 實際上是還在 那後鍵取消掉的話 那你就是要做一個屏下指紋的辨識 或屏下指紋的觸控嘛 所以把這個觸控模組 都放到這個面板的下方 那本來是高階手機才有這樣子的應用 接下來中階的 甚至低階的 全部都有這樣子的應用之後呢 哇 那這個觸控模組相關的 他的業績可能往往就大幅提升 讓我們看下一頁部分 再來是這個我覺得蠻特別的 他叫可囊式面板折疊手機 你還記不記得以前折疊手機怎麼折的 就先蓋啊 就是先蓋嘛 那中間有一個軟板連接 那兩個螢幕 如果可以這樣子先蓋 可是你看現在折的手機是什麼 是真的把手機折起來 整個這樣關區 但是我想不通 你把這個螢幕折成這樣子有什麼意義呢 我說要看上面的東西嗎 你把這螢幕折成這樣子幹嘛呢 那但是這個相關科技廠商 其實他們的想法是 其實很多投資人 或很多一般的使用者 他們就覺得說 這個手機萬一掉 這個地上 可能就破掉 碎掉吧 那如果這手機可以彎曲 他不容易碎裂嘛 那其實這個手機 就修螢幕的困擾就沒了嘛 以往那個手機螢幕 隨便一修 那動輒是5000塊 8000塊 乾脆買一隻新的嘛 所以這樣子的話 搞不好就是有一個 算是一個比較炫的一個亮點啊 那包含像三星華為小米 那OPPO手機像雨柔科技 他已經搶先發表了嘛 所以折疊手機 還有另外一個亮點 就是說你手機要這樣可以折起來 那裡面的散熱系統 你又更加需要提升 所以像操縱雙紅 也特別值得投資人做個留意 來我們看下一頁的部分 那台北股市呢 台北股市就如同我們之前所預期的嘛 兩大光卡 10月11號的強空缺口 加上前面下滑 這個綠色這條半年線 那受到反壓嘛 所以指數怎樣 會受到壓抑嗎 會震盪嗎 那你成交量 昨天又萎收到1200多億 那沒有辦法持續維持在1300 甚至1400 所以這個地方當然指數會震盪 但是指數震盪是好事 因為這個地方 個股表現機會會更大更多 來我們看下一頁 好 那台北股市現階段 指數進入震盪 那你看融資 散戶確實有一些參與的情況 但參與的情況還不是很積極 從這個新春開紅盤 4天嘛 第一天增加1.8 然後10.9 7.7 0.7 所以增加的幅度沒有非常非常明顯 而且現在的融資余了 其實1199億 相對於整個大盤來看 還是在金融海嘯的低點 那最低的時候 大概是2007年11月的時候 大概是1173億左右 目前還在1199 還在1200億以下 都是相當相當的低 從馬還是相當的安定的 來我們看下一頁 所以目前最重要 因為剛好是公佈 這個營收 1月營收最重要 今天全部都要公佈完畢了 所以1月營收 你要特別去留意 創新高月增年增 甚至於創歷史新高股票 一定會成為盤面上的重點關注標的 那5G手機很重要嘛 裡面需要什麼新的晶片 那新的晶片 包含像聯發科高通 哎這個是重點關注 那5G的主流散熱嘛 散熱一直是主流嘛 像昨天的這個建設光掌停板 像PCB的相關股票 像昨天的泰勇 是表現相當一個強勁 那科技新品嘛 就是這個無線充電族群 昨天表現也不錯 那高門檻寡善的行業 也值得投資人做一個特別的留意 好的 那以上就提供給各位投資朋友 做一個參考囉 是謝謝Leo的分析 更多最新消息 歡迎加入Leo股民當家的Line群組 帳號搜尋小要數HCD536J 或是用手機掃描QR Code就可以加入囉 那財經時事通 我們下次見 拜拜